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期的大肠癌多数是没有症状的 去到后期患者就会开始察觉到身体的不适 而大肠癌的症状是很取决于肿瘤 是在大肠的右边或者左边 在右边的肿瘤因为大肠的长度是比较宽阔 而肿瘤距离肛门的路程相对较远 所以在右边的肿瘤很少会令患者大便有问题 而当肿瘤流血的时候 这些血液有足够的时间和大便混在一起 所以当这些血液排出的时候 也很少看到有鲜血的形状 而在右边的肿瘤多数的症状 就是说患者有身体的头昏不舒服 厌血就留意到是有血色素低 也都是俗称的贫血 去到很后期的话患者才会留意到大便是有问题 而当肿瘤是在大肠的左边的话 因为左边的长度是比较狹窄 所以如果有肿瘤的存在 它是比较容易令大便排出的时候感到困难 也会觉得我们俗称的便秘 而当肿瘤有流血的话 因为肿瘤和肛门的距离相对较近 所以患者就容易留意到 这些大便是带有鲜血 除了大便带有鲜血 大便习惯的改变 例如便秘之外 患者如果有大肠癌的话 他们也可能留意到 大便里面有一些不正常 好像黏液鼻梯狀的东西 因为肿瘤是可以分泌黏液的 而黏液有时如果量多的话 它会令到患者的大便是比较稀了 相对患者可能是留意到 其实大便的次数是比较频密了 甚至乎是肚痒的情况 而去到更加后期的大肠癌 患者会感觉一些全身的不适 例如体肿下降、食欲不振 而再后期患者可能留在腹部 或者医生帮他做检查的时候 摸到一些不正常的肿瘤和硬块 大肠癌的检查 我想是要分解那个人 是他本身已经有一些大肠癌的症状 他有任何的不舒服 如果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是建议那个人 是应该直接做一个大肠镜的检查 因为只有大肠镜的检查 才能够准确去决定 那个人是有或者是没有 而是排除大肠癌的存在 而其他很多的检查 都不是百分之一百准确 但是当另一种情况 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 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没有任何长度的不息 他只是想留意自己的身体 保护自己 而去进行一些检查 看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有大肠癌的存在 这些情况的选择就会是比较多 那我们常听到的就是说 可以做一个大便隐血的测试 那就是说 那个人可以拿一些大便 就放进一些试剂里面 那这些试剂就可以测试出大便里面 有没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血液的存在 那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这个人是有可能幻想大肠癌 而他需要跟着去接受一个正式的大肠镜检查 那但是这个大便隐血的测试 就不是百分之一百准确 那它的准确程度呢 其实就只有大概八成左右 那所以 也都可以考虑就是说 定期直接做一个大肠镜的检查 那大肠镜的检查 就可以是更加准确到 看到那个人是有或者没有大肠癌的存在 那至于是否需要年年做 其实就 看一下你是用什么的检查 如果你是用忍血的测试 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有大肠癌的存在 那你是需要每年都做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用大肠镜的检查的话 那一般的建议是每五年至十年 做一次就足够了 那但是当然如果那个肠镜检查 发现到你有蜥蜴啊 或者其他不正常的情况之下 那医生就可能会建议你密些 是每一两年或者两三年 就做一次大肠镜的检查 大肠癌的治疗就包括手术化疗和小部分的情况电疗 而能够医好大肠癌的主要就是靠一个成功的手术 那当个肠的肿瘤是在处于第一第二第三期的话 那多数情况病人是要直接接受大肠癌撤除的手术 那主要就是将有肿瘤那一段的大肠和附近的淋巴结一起撤 那撤除了之后 这个肠就会送去病理科专家化验 那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们知道 这个肿瘤是属于第一第二或者第三期 那在第一第二期的肿瘤 那多数撤除完之后 那这个治疗就完成 那如果在第三期的肿瘤 就是说肠的癌细胞是有扩散到去肠附近的淋巴结里面 那这种情况因为翻发的机会是相对比较高 那所以多数我们都会建议患者 就接受一期附助性的化疗 就是手术之后四至六个星期开始的 那这样我们知道这个附助性的化疗 是会有效减低将来这个抢癌方法的机会 那现在来说 抢癌的治疗一般都是很成功 调效很好 在第一第二期的肿瘤来说 成功医好 长远医好的机会是达到八至九成 那而在第三期来说 能够结合附助性的化疗 能够成功医好的病 长远来说病不犯法的机会 亦都是去到大约七成 那当然如果肿瘤是去到第四期 治疗就会比较复杂 亦都是困难 第四期的肿瘤就是指 那个肠的癌细胞 除了在肠里面发现之外 已经走去身体的其他器官 例如肝肺肺或者腹膜 在这些情况我们要评估的就是说 这些扩散了的癌细胞 可不可以和原本那个肠的肿瘤 同一时间切除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都是尽量一次过做手术 将所有的肿瘤细胞切除 然后病人接受附助性的化疗 但是当如果已经扩散了身体其他地方的肿瘤 是切除不了的话 因为例如它的数量太多 在肝里面已经有很多颗 是切除不了的话 到时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应该先做化疗 去控制这些扩散了的肿瘤 然后再下一步计划 有没有做手术医好的病的机会 大腸癌的治疗是很依赖一个成功的手术 而手术近年的发展 主要是在于微创手术的普及化 大部分的大腸癌 都是可以透过微创手术 进行腸癌的切除 和传统开刀的手术比 微创手术需要复杂的技术 需要医生的经验是更加好 但是手术时间相对是比较长 不过我们的研究发现 做完微创手术的病人 他们比开刀的手术 康复是快很多 他们是早很多可以开始进食 也都平均早三至四日可以出到远 而近年来说 微创手术是更加有突破性的发展 就是在一些简单的大腸癌 个案来说 是可以用一个单孔的微创方法 即是说 不是在肚子里开四五个小的伤口 而是只是在肚子里开一个很小的伤口 就可以将整个手术用微创的方法完成 而我们知道 如果能够用单孔的方法做到一个微创手术 比传统的微创 病人做完手术之后 感觉到的痛楚更加少 在我们的研究发现 病人做完单孔的微创手术之后 第一天基本上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严重的痛楚 而比传统的微创 病人一般是可以早一至两天出道远 大腸其实包含了是结肠和直肠 直肠就是指近肛门口那15厘米左右的长度 而这15厘米的长度 是因为被盘骨两边是包住的 而这个位置的手术 即是说直肠癌的手术 是比一般的结肠癌是比较困难 因为盘骨是会阻碍了移气的移动 而近年我们也采用一个叫做机械臂的辅助 传统的微创手术 即是说用机械臂结合传统的微创手术 因为机械臂的移气 是比传统的微创手术的移气是灵活 所以我们发现用机械臂去做直肠癌的切除 效果是会比传统的微创来得更加好 FindDoc,你的 PhD是今天 FindDoc,你的甚